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心动荡 都想移民 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李清源 时至今日 中国大陆相计爆发白纸运动 白发运动 最近还出现了气球示威 分析指 这是中共要灭亡前夕的征兆 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之際 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 上海再度爆发小规模白纸革命 据悉 3月21号晚 很多民众聚集在一座大楼下 高举着白纸 不断高叫着口号 人民万岁 现场目击者称 他们还叫出了 公正 宪法 公平 做公民等的口号 现场停了几辆警车 闪着警灯 对此有网友直言 上海人从来都没有令人失望过 也有人跟帖说 只要失业率越来越高 越来越多的人饿着肚 百姓就会开始反抗 这个国家就有救了 不过只靠上海无用 必须全国性暴发才可以有阵涉力 还有人表示 今年开始大规模失业 经济崩溃就是上天可怜中国人 给的机会去推翻共产党 还有网友指出 现在很多地方都没钱出人工给老师了 往后没钱出人工给警察了 再往后 可能都没钱给军队再去出人工了 如果真的走到那个地步 警察和军队都会造反 因为反叛载还可以活命 继续跟着独裁者去做事 一是就饿死 一是就被打死 另外近日 河南郑州的黄河大提及曼达广场 有民众放出 懸掛着抗议报条的大型气球 报条上面写着 河南政府稀伤门下非法凍结存款 银联卡全球可取 为沙河南不给取 等的字样 要求政府解决 银行存款凍结到一年之久的问题 女奥学者李玄华表示 这个是现代人咸冤的一种新方式 也都反映出中共危机四伏 中共花费再大的力气去维稳 但老百姓被官员贪腐压诈 利益受损而无处身冤 他们处于水深火热当中 当然就要表达 李玄华告解民众 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 并不是中共带来的 而是中共不可以再封闭国门 西方国家认为 帮助改善中国经济 就可以帮助中国改善人权状况 于是海外大量的资金涌入中国 中国人勤劳累积了一些财富 改善了生活 中共一直在欺骗中国人 是他们的功劳 李玄华还指出 愚蠢的清零政策 整个打乱了社会的经济秩序 现在很多人都没工作了 衣补都没了 社会已经处于全面的动荡当中 千瘡百孔 这是中共灭亡前期的一种征兆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习近平访俄之前 接受俄媒专访的时候强调 由于被西方欺骗了 所以在2014年吞併克里米亚的时候才会没有入侵乌克兰 直到去年迫于无奈才采取行动 对此台湾学者不失智责民分析说 普京有意为自己脱罪 恐怕不是要说给西方听 也不是说要说服乌克兰 很可能是要向中共推心自腹 要向习近平表示感谢 赞许中共等全球看俄乌战争的角度得以平衡 特别是中共有帮俄罗斯去缓甲 也就是说普京有意突显两国惺惺相识的处境 不失智认为 普京除了帮自己找个台阶落 更加是对习近平表达俄国力挺中共的态度 特别是共军在台海的军事准备 似乎在暗喻俄中面临着相同处境 而针对西方国家近年来关注台海 以及美国协助台湾提升国防能力 中俄必须合作离去完成共同目标 但国际社会是不会接受这种强词夺理 而中俄要将侵略责任推给西方国家 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吴失智表示 中共为俄国分析侵略乌克兰的责任 俄国就示范对外侵略的理所当然 普京是在为习近平找出公台的台阶 由于美国强化对台湾的国防实力 中共就必须保留公台的选项 其实普京辩解侵乌的说词 正符合习近平的用意 同时都跟台湾内部近期出现的亲中人士 鼓吹的移美论和投降主义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吴失智强调 无论乌克兰是否提升自己的防御能力 普京都不会放弃攻占乌东地区 中共都是这样 它就是要吞噬台湾的主权独立 无论台湾是否提升国防实力 中共都不会改变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所以必须要看清这帮人的真面目 尤其是检视乌克兰经验 了解唯有强化自身的反侵略能力 才是长久之道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日本手上一直在避免访问战乱地区 但是岸田文雄21号闪电访问乌克兰 埃家认为 此行举有极大的意义 尤其是假惊习的名访俄时段 非常重要 媒体人黎二明分析指出 日本和俄罗斯之间发生过两次战争 分别是日俄战争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 因此日俄两国可以说弃结低了仇恨 另外日俄之间还存在领土争议 因此日本政府在俄乌战争当中的立场是很明确的 就是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 最近中共、俄罗斯和伊朗在阿曼湾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 宣告三国军事同盟的建立 黎二明指出 伊朗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但中俄军事同盟的建立 最具威胁感的不是美国 而是日本 因此日本手上做出特访动作 意味着日本打算在俄乌战争当中发挥更加大的作用 而再将俄罗斯牵制在乌克兰战场 而无力去威胁日本 另外黎二明认为 岸田这个举动都跟台海朝鲜半岛局势有关联 如果战争爆发 专制政权阵营的计划是 朝鲜主要负责对付韩国 俄罗斯负责对付日本 中共就集中兵力去对付台湾和美国 现在日本正在试图打破这样的格局 日前日韩和解的动作都是为此去做铺战 黎二明还指出 在此前的几十年间 日本的主要防卫对象是俄罗斯 所以日本在北海道布置重兵 但近几年来 日本感受到中共的威胁 正在进行战略调整 如果日本将防卫俄罗斯的兵力 调集去靠近台湾的海域 这样将会是中共的噩梦 所以说中共在攻打台湾之前 可能要取得俄罗斯的支持 哪怕是象征性的 可以牵制着日本的一些兵力 中共的压力都会减轻很多 日前CBS新闻播出2月对美国海军太平洋 帕帕罗提到 自从去年配入西访台之后 共军的动作更频繁 除了向台海周边发射弹到导弹 还用军机和军舰包围台湾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2月 更加警示 中共已经下令解放军 为2027年前武力饭台做好准备 帕帕罗也坦然 希望共军可以恢复接听热线 也承认美中军方不再对话的话会很危险 外界还关注到虽然美方应多次表示 如果中共侵台 美国就会出手援助 而表达自己支持台湾的立场 但台湾内部仍然蔓延着 疑美论的氛围 自由时报20号刊登一篇题为 疑美论、反美系论同出源的社论 对此进行了分析 文章表示 疑美论意再离间美台合作 让台湾最后失去国际的支持力量 而放弃抵抗投降 其实疑美论和反美论是一体两面 符合中共崛起的利益 而破解的根本方法 在于必须认清美国一向是台湾的最好伙伴 而中共就是意图灭亡台湾的唯一威胁 这个基本事实 由1949年来就始终不变 文章指出 中共和他们和老人将美中台的紧帮关系 以及中共的犯台野心 贵构于美国为了阻揭中国崛起 刻意扶植台湾 但就无视中共准侵略的行径 因此必须要认清中共才是要挑起线身的侵略者 台湾是被凌弱的避害人 真心追求和平就应该去指杀侵略者 呼吁全球自由阵营与之对抗 阻止他们的野心 最后文章写话 无论是中国还是台湾的发展 美国都是朋友而非敌人 台湾只有和美国密切合作 才可以确保安全和永续发展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国经济问题严峻 中国而大规模放水地产刺激经济 外界指出 这个举动只是饮狗自喝 而由于担心地产市场爆雷 中产人心动荡 都想要移民 据中共财政部17号发表的 最新财政收支资料显示 2023年前两个月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全国税收收入 同比都下降 至于由2000年来就被视为 中国零售市场呈雨表的化妆品销售 竟然首次出现负增长 这个代表内需 就业 交易 大众商品销售都大幅下滑 一位资深进出口贸易海运商说 中国经济有问题 第一线营运者都会有轻身的感受 但一些经济数据的变动震耐人尋味 这个是官方以经济放水去支撑楼市 打搞基建拉动就业 但这个就可能导致房价下半年上涨 现在大家都在追问官方放水地产可否持续 一位刚刚辞职 转投移民领域的前国有房企高管说 政府挽救经济已经是禽劳忌穷 唯有继续吹谷地产泡沫 因为中国主要的财政收入45%以上都仍是依靠房地产 所以没办法 但这样下去迟早就要爆 所以都是要自己去找出路 他透露国内中产阶级人心动荡都想要移民 就连他自己都加入了移民大军 还有舆论指出 全国经济三大主力 投资 外贸 房地产 全部都玩完了 资本逃离 房地产崩溃 外贸都没得做 财政部长刘坤最近狠说要做好长期过苦日子的准备 看来这番说话都不是讲笑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多谢你的关注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